Hello!大家好! 马上掩着个荷包先, 什麽事啊? 掩着个荷包先保护着自己的利益, 究竟什麽事啊? 最主要今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河南的情况。 河南有现在很多银行, 客户去提款提不到, 于是现在已知数目有3千, 起码3千客户拿不到钱的那些, 去了河南、郑州的银行裡面去维权。 大家可以看看, 国内的维权基本上政治的味道没有什麽, 但是民生的、经济的、地方政策的, 这些维权可以讲是无日无知。 今次的新闻全部出来了, 国内又有报, 官方又有就这件事来发表它的一些言论等等。 大家看看这件事是否大? 以及举一反三, 这件事是在全国范围裡面有没有影响呢? 或者又有没有其他地方同类的情况出现, 而外面未知的呢? 这些都是值得观察的。 今次的事件, 其实可以看到,不是我们要抹黑的, 而是国内自己很多的情况已经反映了, 国内的经济已经是百孔千瘡。 大家都想救的, 但是为什麽这麽多智囊, 这麽多英明神母的官员、高层, 提了很多方法都搞不定了。 所以这一个不是我今天想讲的话题, 而是说去到这个情况, 你怎样去应付老百姓、市民、人民, 它自己的正当权利, 传了钱进来, 我去拿回,甚至上我每日应用的, 早前不是有一个消息, 说每日只是限提取一千元, 后来各个地方不同了, 每个地方有些资金稍为好一些, 就可以提几千元。 这些都是土政策来的, 现在河南那裡是没有提的, 于是上访,维权。 事件就发烤了,全国都知道了。 接着出现了,他们都举了环额, 有写明是类似的,官商勾结。 接着出现了有一些不知哪里来的人, 就在民众里面, 噗噗噗噗噗噗噗。 你说去驱散群众,总之武力行动。 所以那些民众就说是公安和黑社会, 即是打龙通, 即是打龙通这个广东话字眼来的。 这些全部在标语裡面出现了。 好了,怎样观察这类事件呢? 先从民生的角度, 除了经济下滑之外, 你怎样处理这一个民众的权利, 现在看起来官方, 它就不是用解决的方法, 还用堵塞的方法。 接着发生暴力事件, 不是很见当地的公安去怎样处理的。 这个又令人想起较早时候唐山的事件。 唐山就是有些人吃东西被人欺负, 然后打,然后爆了出来, 然后引发到大家, 后来剥茧抽屉, 发觉当地的黑社会和当地的警方、 公安有没有什麽东西呢? 接着派去那裡调查的一些外地来的公安, 又不幸是不知怎样消失, 以至是逝世等等。 种种的情况,你可以说是个别案件, 但是个别案件慢慢慢慢积累起来的时候, 就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趋势了。 是吧?好了,今次慢慢慢慢引发出来, 另外这些是不断积累、不断发烤的。 好了,有些人我去维权, 按照宪法来讲是他们的公民权利, 而官方亦都有讯访局、来讯来访局, 大家去表达自己的意愿。好了, 怎料今次那些上访维权的人士, 一出门口的时候,就跟着给一些人, 你说社区的,总之是不知哪里来的权利的人, 就说你不能出去。为什麽呢? 因为你的健康码变成了红码。 红码,七个核酸,全部OK的,全部是绿码来的。 为什麽突然间出去的时候变成红码的? 这些一定是有人在当中裡面做了一些事情。 后来发觉去维权的人士裡面, 不少是由绿码变成红码的, 即是出不了街。 这一类的情况,于是就引起官方裡面, 官方另外一些的讲法, 官方是怎样呢?它讲到明了, 这一类限制了公民自由往来的权利, 是严重性质的。 这一类的事件一定要找人问责, 究竟是谁要设定的。 跟着讲,要问责的官员一个也不能少。 究竟是谁要讲的? 找回资料,是国务院, 即是中央级的官员讲的。是吧? 中央级的官员去讲地方政策, 河南算地方,是吧?尤其是郑州。 大家记得郑州较早时发生了什麽?大水,是吧? 它说当时要损失惨重,是千年一遇的大水, 官方讲的,因为它要强调水灾的严重。 但是居民已经立即讲了,不是, 70年代发生过类似的,不是百年一遇, 不是百年一遇,不是很久才一遇。 这次又是發生了郑州, 跟着由中央部门裡面讲出来批评地方政策。 好了,这件事件铺陈的事实, 已经去到这个阶段了。 这裡说明了除了经济, 令到地方政府去采取一些行政手段, 又是地方政府授权。 如果不是,你那裡的人怎麽会这样做呢? 或者怎麽会无端端绿马变成红马, 健康马变成禁行马,即是不准出街。 所以从这裡来讲,大家就可以看到了, 就是那个民生的事务变成经济事务, 经济事务变成经济困难, 跟着就变成行政的碰撞了。 好了,大家再追本溯源去看的时候, 国务院落命令去批评地方政府, 国务院即是说李克强作为一个总理, 他要稳定社会,从执行政策的角度, 他都是稳定的, 大家不要马上就跟习近平在那里斗来斗去。 从这个角度,李克强都是从稳定的角度, 不过他强调法律,强调政策的稳定性, 强调政策的合理性, 所以说你地方政府这样做,不对。 你说背后有没有一些高层的权力斗争呢? 不知道,你们自己去想了。 因为为什麽呢? 今次的事件,可以看到当地官方的政策, 就是劝说不行,压再不行就大力打压,是吧? 然后用各种方法去打压, 包括无端端用那班人出来, 去扰乱正常的维权秩序等等。 所以这裡究竟是哪些人是一个土政策, 还是一种精神感召式的授予, 然后他自己做事呢? 这个只能够观察了,没有结论的。 好了,从这裡再去延伸想一个问题, 其实这个不是想的, 这个几年前已经發现了,是什麽呢? 现在这麽多银行裡面拿不到钱, 是因为那个流动资金有问题了。 或者官方所讲的就是, 我们从中央、从政府角度要存更多的子弹, 然后才可以跟外国,尤其是美国去打贸易战、 金融战、经济战等等。 从这个更大的环境裡面,一粒紧大帽下来, 理论上没有人能够反对的,是吧? 因为这个是国家民族大义。 好了,但是这种政策一粒下来的时候, 有很多地方裡面的土政策就出事了,或者出来。 好了,原来追溯这个事件, 官方不够钱不是现在的事情来的,是吧? 好几年,很多年,或者是近期更严重, 就是出现了官方不够钱,是怎样呢? 好了,以前官方不够钱就鼓励大家买房地产, 在山卡拉的地方,照开发, 建了一些建筑费建筑费不贵, 但是地价卖出来就贵而已。是吧? 于是,碧哩碧碧碧建了很多楼, 于是出现很多鬼城,是吧? 大家也知道国内鬼城不是新闻来的了, 即是建了没有人住,包括在北京附近。是吧? 包括官方推动的鸿安新区, 早前的楼价是起来的, 大家都不讲鸿安的楼价是怎样了, 即使被视为富都, 发展为富都的通院, 离开北京40公里而已, 那裡的楼价一度起来, 但现在又如何呢? 所以令到那个经济其实很不稳定, 接着就说楼价是拿来住,不是拿来炒的, 习近平讲的, 于是鼓励大家将这些钱扔入股票, 但是大家股票就更加多风险, 所以后来出现两次股灾,大家看看历史。 老伯说我现在这些钱怎样呢? 于是在2016年,距离现在2016年不是很久的, 那里面出现又是一种新的吸钱的方法, 是什麽呢?那些叫做乡镇银行, 乡镇银行或者叫村镇银行, 那是什麽来的? 大家都知道,国内开一间银行不容易的, 一定是官方银行, 你说有民间银行的、私营银行的, 号称第一间私营银行那间叫民生银行, 但是它都有党位的,大家记住。 好了,在这样的环境之下, 在2016年出现了这些叫村镇银行, 即是说当地政府或获得上级的授权之下, 来搞一些村镇银行的作用呢? 当时讲法就是帮助农村去解决经济问题等等, 因为农村里面其实老实讲, 当时这个藉口已经很多传播界质疑过了, 你说农村里面没有农业银行吗? 农村里面没有中国银行吗? 没有其他国营银行吗?即是分行吗? 一样有的,是吧? 当时就说帮助农村里面的方便民生等等。 好了,具体内容这个村镇银行是怎样呢? 原来你说一间正式银行、市级、 现在是元级等等来讲, 你真的要很多资本, 你才可以去注册整个银行, 有银行的存贷服务的,是吧? 好了,原来现在这个村镇银行, 注册资本只需要多少呢? 一百万,一百万就可以注册一间银行, 讲到明是村级而已。 所以这一百万的注册资本, 很多人可以拿出来的。 我有一点更正,不是2016,是2006。 2006,就是数起现在,十多年,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,当时要向民间里面吸陷资金, 而且要吸陷最重要是尼斯高。 它里面讲什麽是十厘厘厘厘厘的。 当时已经有人讲了, 十厘厘你不要信啊, 十厘厘是指它的吸引你, 然后你扔了钱去的之后, 不知道到时有什麽问题的。 所以当时官息最多都是两厘, 到四厘都顶了,六厘就有风险了, 八厘已经打很多问号,十厘, 但是农村的人不明白, 或者有很多未必是有怀疑的,是吧? 他们可能知道,但觉得信, 你既然是获得批准成立的。 好了,现在这些出事了,是吧? 所以到现在,2006到现在, 已经有多少间这一类的村镇银行成立了? 得到批准的,记住, 全部加起来,刚刚的数字就是1600多间, 准确数字是1651间, 1561间的村镇银行, 如果你按数量来讲, 已经多过全国的正式市级以上的银行,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吸纳很多民间, 尤其是村镇裡面的存款, 现在大大话说有多少呢?不知道, 吸纳了多少不知道, 但是一定是别人的血汗钱来的。 所以,你现在突然间说, 有一些地方拿不到钱, 又不是擠题,你只拿都拿不到, 接着出门口, 绿马就变成红马,走都走不到, 接着又有些人是混进维权队伍裡面, 是有暴力行动。 这些来讲, 真的大家可以看到中央是一定要站出来, 但是现在看情形中央裡面的人说要找问责官员, 但是没有后果的, 地方政府是继续做的, 尤其是郑州,大家看看郑州的书记, 它是很有能量的,很有把炮的。 上次河南,即是郑州大水, 大水之后,大家以为他都会问责, 似乎又不是。 所以,去到这裡的情况, 大家继续观察下去, 我的预期就是, 这类的民怨一定会继续在习, 但是一定是又会被官方压回去的, 因为现在不存在一股力量, 可以改变到官方这个政策。 但是这类这样的积累性的效果, 何时去到一个临界点呢? 所谓临界点有很多种不同的, 不满的爆發, 你说去到官逼民反又是一个临界点, 又去到一个地方, 或者一个省级以至是全国性, 全国性又要看看规模点, 这些都是历史上的观察点来的, 我没有办法预期以后怎样, 只不过是讲到这裡的时候来讲, 大家看看前因后果, 你说官方一定稳定, 但是很多预先想到的危机, 那时候你就不想,是吧? 现在你又讲要稳定的时候, 你就用稳定压到一切。 这种种这些是周而复始的。 好了,讲完这个之后, 我最后只是讲一句而已, 香港,大家自己本身都要留意一下官方现在的政策。 因为我从官方或者从大家稳定的角度, 我都希望好言相劝, 就是现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, 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扣得很紧, 但是扣得很紧是很多种方法的。 所以现在官方,你当我们不懂事, 我真的不懂事的, 现在慢慢讲那个货币互换, 你当我们不懂事,你解释一下, 你做一下民众的教育工作, 宣传一下你的政策, 究竟这个货币互换是什麽事。 你说不会是突然间或者是紧急的时候, 这个来讲,你已经安排了你的行动的舆论, 以致是法规、制度的安排你已经做了, 或者你不会用字。 但是你都要当教育, 大家如果不是到时有什麽事来讲, 大家又不理解或者又不知道你怎麽做, 因为透明度很重要的, 你现在是否可以站出来跟大家多讲一下, 那个什麽所谓货币互换, 究竟一回是什麽事来的, 究竟货币互换是国内人民币, 换港币来帮手撑起香港经济还是怎麽样的。 你多讲吧,是吧? 这是避免以后的很多误解冲撞的意思,是吧? 如果不是, 大家现在就开始不想到那麽远, 我们先想眼前先,眼前是什麽呢? 就是那个抗疫那笔杖怎麽算,是吧? 现在官方大途道理,不计算, 因为不知大陆多又会不会来, 但是过去呢?过去五次疫情, 你都有一个阶段性的数换给人听,是吧? 我完全是从官、民、双方的协调、透明、稳定的角度, 你又不要挑一些问题出来讲, 因为这个你不及早去解决这些问题, 到时一爆,或者一个意见一冲突, 又不明白的时候来讲, 双方都不好而已,是吧? 所以今天跟大家短短短看河南这个情况, 我不希望这些就继续扩展下去了, 因为继续扩展下去, 大家就会将这些讲成二十大之前的很多社会迹象, 这些社会迹象如果外面一炒作, 不是人们炒作的问题,是你自己做出来, 做到大家顺着合理猜想的角度, 到最后你是否自己作茧自绑呢?是吧? 所以今天讲到这麽多, 下次节目时间,希望有所好转,是吧?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,拜拜